中国最近又有卫星图拍到它在南海扩展情报搜集的能力 主要是南海,在西沙附近的岛序,一个叫中卫岛Triton Island 如果在中国的说法,它有另一个名字,叫中建岛 上面建了一个,我们叫SIAR,一个合成的密充巷径雷达 听完这件事,大家都有点拗头的,什么雷达来的呢? 这个雷达原来正正就是它将南沙和西沙连结在一起的很重要的雷达 而这个雷达也是对中国反介入战略的非常重要的建设 究竟它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而且最重要的是整件事,究竟对中国在南海的争夺上 是不是极为有利的事呢? 我们今天去做一个探讨 当然,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叫SIAR的东西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合成的密充巷径雷达,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们请了陈博士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这个科技背后其实是什么原理? 是不是很厉害的东西呢? 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如何帮助中国在整个伟大的战略里面 要做到他们的工作 好,那我们先和陈博士聊聊天 陈博士你好 Larry好,大家好 陈博士你帮我们解一下这件事 SIAR 整件事叫Synthetic Impulse and Apache Radar 这件事和我们一直去认知的孔径雷达 我们经常说的孔径雷达 通常都可以由卫星或者无人机 通常就会在天空照射回来的 但我们今次看到这个雷达本身建设在地面 那它究竟这种又密冲又孔径这种雷达 有什么玩法呢? 那它是不是又可以探测到很远的东西 还有是不是据称连这个隐形战机轟炸机 这些的物体都可以很轻松地偵察得到呢? 那这里容许我呢 就由远一点点讲先 就是因为你合成密冲孔径雷达 这些几个字呢 样东西都可以有排解 我想大家最熟就是雷达 是不是? 但是怎样又合成又密冲又孔径 那竟然在哪里呢? 那有些字要慢慢去拆来解释 那如果我第一眼看到 这叫Synthetic Aperture 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 我就立刻想起那些很天文的东西 就是在一个天文望远镜观测那裡 我先撇开不要说雷达 其实在那个做天文观测呢 这些叫Synthetic Aperture 的东西呢 是经常用很好用的 甚至乎你说那些太空大型的太空望远镜呢 去到哈佛这些级数呢 你能够混用了一些Synthetic Aperture 的概念呢 令到可以拍得更加宇宙深处的 拍得更加清楚的 即是现在呢 首先呢 容许不要放雷达 你就是要把那些信号射出去 等它有东西彈回来 然后你量它嘛 但是如果呢 望远镜呢 就简单一些的 你不用射一些光的信号出去 你望的目标物自动发光过来 那你那个望远镜就看到了 那所以就是 那如果我讲这个叫做恐径望远镜呢 就是合成恐径望远镜呢 其实就简单一些的东西来的 那合不合成恐不恐径的望远镜 就是和一般的望远镜有什么分别呢 那其实很看它呢 会不会在一个范围里面移来移去 那其中一个呢 都经常有人提到的概念就是 就是说如果你想去拍一些宇宙深处的东西 想拍得清楚呢 你如果把望远镜就这样 放在一个地球地面上面 那有大气阻止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放在太空那里呢 就清楚一点了 不止哦 你如果只是用望远镜自己的瞳孔 那么窄的范围呢 拍出来的解像也不够 就不够高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是找一些 可以找一些方法 令到它那个的瞳孔大一些 那于是它能够收集光的范围 闊一些去看过去呢 那你可以有权一些看得清楚一些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 就是Larry也听过了 就是鹰呢 在天空上看来是特别的 就是特别厉害的嘛 那都是视力的 那其实很和它的眼珠 那个瞳孔特别大有关的 收集光的能力有关的 嗯 另外那些夜晚猫头鹰那些 就是眼睛特别大的 是吧 那其实就是这些 它如果整个眼睛 它採集光的范围是够大的 它出来的影像就会更强一点的 那有人就很聪明想到的方法就是 你人在一个望远镜 比你起到很大 都是比你起到整个篮球场 足球场那么大而已 有没有办法可以把整个 彩光的那个孔径 变成整个地球 環繞着太阳 轨道那么大的范围呢 那它想到的办法就是 你游到太空望远镜 在那个 譬如说是夏天的时候 一路连续六个月 向着同一个方向拍 拍到九月的时候 就是由三月拍到九月 中间牵涉六个月的时间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整个望远镜 就会跟着整个地球 環繞了太阳 就是半个圈了 它就由那个地球 環繞太阳轨道的一端 去到另一端了 那就是一个画过这么长的范围 而你又继续去 开着它来拍 同一个地方的影像呢 就好比于 你把眼睛摆到 整个地球轨道直径那么大 嗯 但是当然了 你就将它拆散了 在不同的时间 来去收集这个数据 就是你 那个空间上 你起不到一个 那么大的望远镜 但是你用一个时间 来去捕捉 使你在每个时间 不同位置 不同的角度 去捕捉回去 然后再把影像 去重组在一起 所以你很容易感到 牵涉到很大量的数据合成重组 那么现在呢 同一个概念 我将它放在雷达 那里 我的雷达 我起极 有多大 就是不是大得很多 但是如果我将 很多的雷达 放在一起 或者我将其中一些的雷达 是可以周围地移动来移动去的 令它可以有效 那个有效 去接光的范围 就大一点 于是乎 就令我们的影像 是可以清晰一点的 那么这个纯粹是 很基本的一个光学原理 如何用一个机械方法 来捕捉回 就是我们如果不能够 将那些雷达 或者是望远镜 起到很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个 动态的方法 合成的方法 令它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 将那些影像合成 来去获得一个更加清晰的影像 在天文望远镜上 这招是很好用的 尤其是拍一些很静止的影像 可以就是 你用那个合成技术 和不合成技术 那个影像的清晰度 可以差很遠 所以那些太空望远镜 是实用的 这招 所以同一个技术 如果那个望远镜 不是拍太空 用来拍摄地球 拍摄地面的东西 你又是这样长时间曝光 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那里 掃摄去 合成的影像 又可以把地面的东西拍得很清晰 所以那些叫合成望远镜 卫星合成望远镜技术 其实已经是听了很多年 其实如果你说纯粹的概念 冷战后就开始 真真正正到你卫星时代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 即刻有人就想到 就是用这些这样的影像合成技术 来帮我们做一些更加清晰的影像 在很长期的时间 就是拿来去做 在太空里拍照 然后就长时间曝光 在很多角度一起去拍照 令到你好像一个很大的合成恐竟一样 于是乎就令到影像更清晰 如果影像是静止 譬如拍摄地面上的那些东西 就可以比起一个 就这样在一下子里 按一下键来拍照 就可以清晰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再把这个想法推广到雷达 现在就不是这件事会发光了 就是我主动发射一些信号 然后让它反弹回来 那就变成一个叫合成恐竟雷达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可以拿来探测 即是有没有一些东西在上面 以及尽量可以甚至乎拿到它的影像 但是呢 在这里再讲一件事 就是因为现在是合成、默充、恐竟雷达 中间还差个默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如果那件事是动得快的话 就是如果你想到去到军事用途 你不是拍一些静止的东西 你拍一些是动得快的东西的时候 你其中一个方法 令到你可以获得一个更加清晰的影像 就是你将你射出的信号 就是用一个默充式的信号 射出去再默充式的收回来 去做重组 那就有能力就可以令到它那个影像 就有机会再重组得好些 那所以一个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由一个放在太空拍摄这些天文相片 和拍摄地面的地图 静止的东西 接着再提升我们的能力 看看可不可以拍摄一些移动目标 如果能拍摄移动目标 而且再符合一个自己会主动发射信号 然后再被动地收回的一个雷达装置 那就是一个合成、默充、恐竟雷达的 一个最基本的科学常识 嗯 所以就刚刚陈博士所说 把这个合成、默充、恐竟雷达的这件事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讲的是博士 就是我们看到刚才你介绍的一件事 就是说它可以将不同的点 连成一个图像 那感觉上有点像我们去拍照 那如果有时的角度太阔 那我们再拍多几张把它搏在一起 那就是这样 不过这个就当然过分简单化了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说中国要在很多地方连结 才可以将它关心的海域 用这个技术将图像整合在一起呢 那还有它这样整合在一起 它最后能不能够做到real time呢 真是可以实时到一个 比较在雷达要有反应的时间 是有意义的这件事呢 技术上可不可以行呢 这样的理论上呢 也都比如地球上面 也都有一些 我再说回天文的东西 也都有些天文观察项目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连结了世界上三个不同地方的 可能三个不同的国家 甚至至少三个以上 那就将它们的天文仪器 同时间开着去影响同一个方向 那于是你就可以将地球 就好像变成整个孔径那么大 就是这个孔径就变成了 整个地球横前面那么大 来去看那些天文的照片 所以又是会清晰一点的 那原则上呢 我不管什么国家都好 你在地面上摆更多这些装置 都有权是可以收集那个影像 去组合成为一个更加清晰的图像 那如果是政治的影像呢 这个已经是很 well known 解决了的问题 军事上更加挑战的就是 是一些移动速度比较快 是 是 而且还要有些刻意地隐身的一些目标物 是 那可能它要是在高空一些 動的速度也会很快 以及上面也有很多 規避你偵測的物料和设计 所以令到那个探测就会难很多 所以呢 你发觉是一个 就是那个竞争就是 都离不开就是这个雷达 能不能提升个敏感度 令到最后就可以现形 就是现在你问我呢 有这种技术呢 它比起其他一些固定的 就是不是这些叫合成空径的技术呢 它是有权是可以做到那个 探测到 就是拍到更加清晰的东西 和也都可以捉到一些更加是 就是难捉的东西的 照计就是 那现在呢 譬如你说 去中国的报导 就在海南西沙南沙 都会有一个这样的SIAR去覆盖 那而且它每一个的雷达呢 它就 就是 它可能有一个协同 去合成都不其 就是如果它都能够辨认到 同一个方向有目标物的话 那但是有时候它可能 比较局域的话 就是很很重要地 地球本身呢 它地球不是一个球来的嘛 你呢 如果在一个位置那里去拍摄呢 可能第二个雷达呢 又未必看到你那个范围的东西 如果一个看到一个看不到呢 你就协同不了的 但是如果是 就是大家都在地面 一起看太空的东西呢 你就 你反而就有机会 大家一起都拍到 但是如果你在说一个 好像地面上面 有架飞机飞过来 你可能在南沙那边 你会去detect 到 但是呢 就超出了西沙和海南岛 那个偵察范围都不奇 就视乎你那一架飞得有多高 你飞得越高 就越容易给多一个 这些雷达去看到 那这个就很简单的道理 你污下的身份 就会比大家一起看到 所以他现在设计的要求 他未必是 要是三个协同一起 去组成影像 但是起码现在 就算是单单一个 譬如你只是说 在南沙群岛那个 Larry 你有没有看到 他那个SIR雷达 譬如南沙和西沙那个 是 看到是什么 就是他的影像是怎么样 就是他那个设计 那个建筑物 就是那个雷达 那个建筑物的设计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哦 那个建筑物就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呢 纯粹看到 它有个八角形的设计 是 这个八角形就是最 就是这么说 你问我是否一定要建成八角形呢 是未必的 最重要就是 在那个范围里面有个雷达 雷达可以放在圆形轨道 在那儿掃来掃去 在那儿转 是 最方便就是放在圆形轨道 你放在圆盔那儿 他可以刮圆形轨道 而且还可以控制他 就是在那个里元心 近一点 远一点的时候 控制他那个 就是瞳孔的大小 其实呢 他最后画到圆形 有多大呢 就是这个雷达的瞳孔有多大 就是他现在就希望 就是令到那个雷达 在一個固定的範圍之內不是確定的 而是可以在一個短時間內走來走去的 所以它就將雷達放在一個會移動的軌道上 但是你又不可以起到很大 你不可以起到幾百公里這麼大 那個島有多大 你就盡量起大一點 所以現在它就是 但是總比你靜止在一個地方不動好 現在就是把它起到一個有圓形軌道的結構裡面 所以你說外面是一個圓桶形的形狀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你起到八角形都合理的 可能是一個比較簡單比較省物料 也可以支撐到裡面包著一個圓形結構的建築物 這樣也是可以的 而且我又覺得它都有意義 因為可能美國自己起先的時候 都起到很多時候是多邊形多角形的東西 中國可能特意給你看 讓你知道它已經有你同一模一樣的東西 可能有這樣的意味 但是我都會說這種技術本身就不是一些什麼 它要做得易學難精 我會說 這個原理是很基本的光學原理 然後那些數據分析合成方法 你是學這個天文的影像攝影 你都會學會的 你都會知道的 但是問題就是將它怎樣變成一個軍事的設施 來拍攝一些高速移動的物體 而且還要是一些嘗試去規避你偵測的物體 然後用的波段呢 盡量能夠在大氣裡面穿透力要夠高 於是這些條件之下你就會形成了那個限制 無可否認的 起到這些雷達的目標 當然希望就是說 天空上面什麼都看到了 那它最後會不會是可以幫你去清晰地拍到一個隱形戰機呢? 那這裡就沒有什麼資料可以公佈 不要說是中國 連美國你都看到沒有什麼資料是講這些的 著墨很少 我會覺得這些都真的去到幾軍事機密的層次 就是令我想起 小弟以前還是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曾經去過一個廢棄了的海空軍的那些訓練那些雷達基地 那它那裡就有一個廢棄了的雷達 原來那裡曾幾何時就不停地在那裡練 就是飛機這架機能否避到雷達 地面上面就是A組 跟著天空上面飛的就是B組 然後大家就鬥了 就是看哪個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那同樣的這些電子對抗呢 左手左右手搏擊來訓練呢 基本上是長期的 就是經歷行的軍事訓練項目來的 那所以你說美國去搞有這些搞SAR 和那些隱形戰機飛行員去互相對抗訓練 是就是家常變化來的 那現在就是 問題就是 在真真正正不是自己左右手搏擊 而是跟其他國家去對抗的時候 究竟見不見真章呢 但是我覺得呢 既然我們知道有一個好的方法 給一個好的技術看得更清楚的東西 那剩下的問題就是 你扔不扔錢進去試 還有你最後起了之後 能不能夠再提升它的精準程度 現在這種技術呢 就是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它用那個雷達的波段 它為了想有一個比較 就是比較減少受天氣影響的因素 就是你知道那個南海 那一陣子都很容易打風 天氣都變幻莫測的 多一些雲 多一些雨 你又影響雷達 那就沒有人了 所以最好用一些波段 就是不是很受這些雲雨大影響的 所以它就都會用到一些 比較波長偏長的一些 好像我們譬如以前那些 Analog電視機的信號那些這樣的波段 就盡量減少它受天氣因素的影響 但是那些波段因為比較長 那個波長比較長 就犧牲了對於你去追蹤目標的 無論是速度或位置的正確度 反而如果你是用一些波長很短的東西 你就有能力將它的誤差鎖得很小 但是你用一些很粗疏的東西 一把很粗的尺來量度 究竟它在1米的位置還是2米的位置呢 原來你的尺可以告訴你 是10和20米的 你量度的那把尺都太大 那你出來的誤差就自然會大 那現在就是會不會去到那個地步 原來它搞的這套技術 可以已經感覺到有隱形戰機 但是最後沒有辦法鎖定 沒有辦法為你帶來實際的防禦 那這件事情 可能你說初步掌握這個技術的時候 有這樣的能力 我覺得是不是說 就是不是說完全想像不到 我想就是變成一個過濾的情況 就是先是過濾了是有還是沒有 好像似乎是有隱形轟炸機和戰機進來了 大概在哪個方向 因為它還有很多東西要去看 包括你的方位 速度 距離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parameter 但是我相信中國這也是一個很初步 還有去detect來自南海那邊的威脅 包括剛才說的隱形戰機 F-35也好 B-2 或者將來的B-21這些隱形轟炸機 對南海的島嶼安全等等 我相信 但是我和陳博士Mike也說 可能重點會在南海的國家會更多 因為你對美國呢 你用什麼技術來講 其實都很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是相對在南海那些國家 那些國家呢 又真的綽綽有餘 包括南海其實也沒有多少個國家 是真的有F-35而已 其實唯一一個有呢 那個就是新加坡 但是新加坡呢 又不在九段線的範圍裡面的嘛 所以相對真的要挑戰的呢 例如菲律賓、越南這些呢 就沒有這件事情了 那他們有任何戰機轟炸機 也都沒有轟炸機了 就是戰機真的上來起飛佼佼陣呢 要動你的島嶼呢 也都全部看得很清楚的 那所以首先我想防第一層 防東盟那些國家就絕對沒有問題的 不過你說真的複雜一些了 就是可能講著 將來在澳洲那些 日本那些隱形轟炸機、戰機呢 就另一個story了 不過anyway呢 這一節呢 我們都看到這個雷達的技術 中國很銳意的發展這件事 那所以我想呢 就很多國家呢 都真的會看著的了 就是呢 中國這一種的科技的發展 接下來會不會將它再擴展遠一點 就是擺在你說附近台灣的地方啊 或者就是怎樣去建築這些呢 那我們就跟陳博士一路去觀察著 就是有什麼新的發展 好 那大家記得就like我們的節目 也都記得幫忙免費訂閱 包括科學生資和New Hong Kong NHK這邊的節目 好 那我們在下一次的軍公開幕呢 再和大家再見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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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